我們今天要看九之一 第九章在講宇宙學 我們先看第一個 九之一宇宙的認識跟哈佛定律 宇宙的認識第一個主要是要靠望眼鏡 微眼鏡這裡敘述的話 簡單地面上看到有反射式 有一些射線或是光 因為它被大氣層遮住 所以我們要到外太空去看 所以有一些望眼鏡它會放在外太空中 比如說哈佛太空望眼鏡 學測有考過一題望眼鏡的題目 我們來看 在189月第十題 聽聞學家使用各種波動望眼鏡進行電源觀測 例如可金光望眼鏡、無線電波望眼鏡、紅外線望眼鏡等 有些望眼鏡安置在環境地球軌道中 有一些望眼鏡安置在地面上 哪一個望眼鏡一定要安置在太空中運作 那一定要安置在太空中的呢 我們是選租 例如X射線望眼鏡跟γ射線望眼鏡 因為這兩個射線它會被大氣層所遮住 所以平常不能進到地表 所以必須要這兩個望眼鏡 必須在大氣場外面才能使用 那這個是96年學測考過望眼鏡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再回到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呢 這裡另外一個主題 亮度 亮度 那亮度的話呢 我們亮度分兩種 一種是絕對亮度 一種是絕對亮度 那一種是適量度 那為什麼要有適量度跟絕對亮度呢 我們如果定義 每一個天體都跟距離地球 10秒差 就是3.26光年的10倍 那這個時候看到星星的亮度呢 就稱為叫絕對亮度 那為什麼要有適量度 因為我們的亮度會跟距離有關 當然越近的話感覺亮度越亮 所以必須有這個 我們才必須定義絕對亮度 那我們看到的適量度呢 它這裡有說 恒星發出的光朝四面八方 那它相當於能量 會分佈在這個球體的表面 發出的光相當於能量分比在球體的表面 那分佈在球體表面呢 我們看到的光強度呢就是什麼 就是能量的密度 那球整個球的表面呢 是表面積4πr平方 假想成這裡是r 那這個球的表面積 就等於4πr平方 因此如果某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光線密度 就是我們的適量度 因此呢適量度會顯成這樣子 所以跟距離的平方乘反比 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所以這個是他這邊敘述的 這個是他這邊敘述的 這個是他這邊敘述的 適量度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那 有一題這邊 我們看到185頁 185頁的第一題 小華點了一個 近似於點光源的小燈泡 分別在距離2公尺跟5公尺 觀察燈泡 則這兩處所見到的亮度比呢 那亮度比的話 我們是這樣寫 亮度呢 正比於距離的平方 因此 就距離2公尺 2平方分之1比 5平方分之1 因此可以得到 答案 所以是這樣子的 好 那這個是亮度的部分 再來 我們這一章的另外一個主題 來 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測量星球的距離 會用光年 會用光年 那光年呢 是光軸一年的距離 這麼長 那為什麼會這麼長呢 我們這裡有計算 如果真空中的光速 是3乘以10的8次方 那一光年有多遠 那一光年呢 光年我們會把它寫成叫 Ly L1 這個是它的簡寫 那一光年呢 就等於光速 光速呢 3乘以10的8次方 注意單位喔 每秒這麼多公尺 然後走一年 一年有幾秒 一天有86400秒 然後乘以一年 365天 這樣子就是一年有幾秒 好 那這個可以算出來呢 就會等於下面的 下面的這一個 9.46乘10的15公尺 那 再 換算 乘公里 就變9.46乘10的12次方公里 好 那這個是 一光年等於幾公里的換算 再來 第二下題 如果天空中某顆星跟地球的距離是 250光年 則望遠鏡中看到恒星的影像 是否維持星球此刻的模樣呢 當然不是 如果它是250光年 就代表呢 這個影像是多少 是250年前的 250年前的光射到地面上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光年 來 那再來 這張的下一個主題 我們要學 宇宙的組成成分 那宇宙組成成分有什麼呢 上面有講到第一個是恒星 恒星完再來是星系星雲 那再翻過來這邊還有星系 銀河系這些 好 那我們有一個組織先從結構大小來看 宇宙的結構有這些分別 那這些分別呢 我們先從宇宙的第一個基本單位來看 宇宙的基本單位 我們會定什麼當基本單位 我們會定宇宙的基本單位 第一個是 基本單位 第一個基本單位 宇宙的第一個基本單位 是星系 宇宙的基本單位 宇宙的基本單位 它不是 恒星喔 第一個是星系 那我們地球上呢 所在的地方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銀河系 銀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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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銀河系本身的結構呢 如這個照片這邊看到的 銀河系它是一個盤撞星雲 那 我們的太陽在這邊 那銀河系寬大概多少 十萬光年 那我們太陽所在的地方在 兩萬八千光年 跟銀河系重心距離這麼遠的地方 那銀河系整個測試圖是類似於一個盤面 這個是我們所在的銀河系 我們所在的銀河系 我們所在的銀河系 那再來 銀河系的單位 往小下去分 小一點的話呢 是我們的什麼 星 團或星雲 星團或星雲 好 那再更小一點呢 是我們的恒星 好 是我們的恒星 好 那再小一點的話呢 才是我們的衛星 好 再小一點的話才是我們的衛星 好 那 這幾個大小規模怎麼看呢 舉一個例子 恒星就是我們所在的地方 就是一個太陽 我們的太陽一顆 那星團跟星雲呢 它大概有一到十個太陽 二到十個太陽這麼大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它的規模啊 我們一個太陽系 一個太陽都飛不出去了 那星團跟星雲有二到十個太陽就更大 那銀河系呢 銀河系 課本上有寫 銀河系 有一千億個恒星 所以這個銀河系的大小呢 一千億個恒星又更大了 大約十的十二次方個太陽 所以 這個就更大囉 更大了 好 那再來銀河系 我們再往規模大一點分 比星系大的呢 星系大的 星系團 星系團 那比星系團再更大的呢 就我們的星系群 星系群 那再上去就是我們的宇宙 再上去就是我們的宇宙 好 那所以這個是銀河系的規模 銀河系的規模 這樣子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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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